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之餐 今期就想跟大家講一套近期的話題之作 查克史內德之 整義聯盟 Sax Diders Justice League 由2個小時變成4個小時 究竟它跟2017的原版有什麼分別呢? 而這套時間4年 無數的DC粉絲不斷表達訴求而爭取回來的導演版 又有沒有可能挽救到之前2017版本難到爆的口碑呢? 首先我覺得要更好地評論新舊兩套正義聯盟 就要先了解一下整個電影計劃的前因後果和脈絡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近年超級英雄電影的火熱 每一間大電影公司都想建構電影宇宙的風氣 全部都是源自於2008年 Marvel Studio孤注一閘而拍攝的Iron Man 鋼鐵奇俠 這部電影的成功令Marvel Studio得到起死回生的機會 亦都令DC和華納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才憑著Noran的Dark Knight 而仰口碑票房都取得成功的他們 究竟應不應該和Marvel一樣 構建一個DC漫畫自家的電影宇宙呢? 原來在2007年華納已經有計劃拍攝正義聯盟 還要是已經去到編寫劇本、演員選角、穩場地拍攝的階段 還找來Mad Max的大導演George Miller執導 只不過當時正值美國編劇工會的大罷工 和華納他們滿足不到澳洲片場的要求 所以才令這部電影遲遲未能夠開拍 而隨著Dark Knight的成功 亦都令華納想專注在超級英雄的個人電影上 所以令開鏡的日期一拖再拖 去到2011年,綠燈俠、Green Lantern在各方面的失利 沒錯,就是Ryan Reynolds最不想見到的那一套 又令華納對於閃電俠和Wonder Woman的個人電影計劃 再一次失去信心 就是這樣事情輾轉到2013年 由Noran監製San Snyder撿到 超人電影的重啟之作 Man of Steel 超人 鋼鐵英雄的出現 這套電影一返大家的期望 故事探討的超人 並不是只是一個傳統上英雄成長的故事 而一個超能力者 自我懷疑、充滿困惑 從過程當中學習自我肯定 作出兩難的選擇 慢慢肩負起保護地球 和人類重責的故事 Man of Steel 的口碑也尚算不錯 也終於令正義聯盟 這套DCEU裡面的重頭戲得以重見曙光 而Man of Steel 的後續作品 Batman vs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偏複合對超人正義曙光 也成為了開展DCEU電影宇宙的一個開端 再講講導演Zack Snyder 我第一次接觸這位導演 應該是2007年的《戰狼300》 當時他那些好像油畫一樣 獨特的影像美學風格 和那些可以欣賞到每一個細節的 慢動作戰鬥都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再到其後的 Watchmen Man of Steel 成功探討超級英雄更加黑暗 和更具批判性的一面 也慢慢令他成為華立 DCEU慢改電影重要的領軍人物 無可否認 Zack Snyder對於超級英雄漫畫 真是有著濃厚的熱情 Frank Miller不下的《300》 都具備了原作的神髓 保留了作品上探討的核心議題 而就在Man of Steel的拍攝期間 他亦都向華立提出了很多 對於建構DCEU的想法 只不過Zack Snyder 這種太過著重於影像上的呈現 和自我黑暗面的發掘 偏向社會批判的劇情段落 就難免會令電影的節奏 變得不是剛好 那些只是想看炮谷爽扁的一本觀眾 Zack Snyder並不會在意 你會不會得到最豐富的娛樂 他會不顧一切地 將他想說的角色人性 爭議性的議題都寫出來 而這個亦都是Zack Snyder的電影作品 為何經常出現討論度很高 但評價非常之兩極的主主原因 正義聯盟電影版在前夜的工作 都已經可以說是充滿波折 多災多難 難見另外一邊雙Marvel Studio 搞到有聲有色 連一些漫畫裏面的二三線角色的 獨立電影都拍得名利雙收 英雄齊集的Avengers 亦都已經拍了兩集 Phase 1 Phase 2都已經完買 反觀DC這邊的BVS 位於參半 票房也不算兩眼 就連在正義聯盟拍攝到尾聲時 都屢次傳出華納不斷要求導演 將最後成品越剪越短 由初剪的三個半小時 剪到三個小時 再剪到兩個半小時 但華納不滿意 再要求導演要剪一個兩個小時的影院版本 甚至去到後期製作時 導演Zack Snyder更加因故事被剪得太過份 再加上他的女兒Autumn自殺身亡 所以就決定和他老婆一起辭退 在這部電影裡的工作崗位 最後華納看起來都好像半放棄一樣 找來Avengers的導演 George Whedon去接手盛帝下來的工作 當時George Whedon也有補拍到一些畫面 加插下去去加快故事 剪了一條適合華納要求兩個小時的版本 而這就是2017年版正義聯盟誕生的故事 正義聯盟在前中後期都充滿著風風雨雨問題不斷 甚至華納自己對於最後的成品都不抱太大的期望 雖然這部電影在上映之後有著不錯的討論熱度 但隨即而來是一般想看爽片的觀眾排山倒海的負評 有人就看到一頭無水 Syborg究竟是否在抄 Iron Man Flash和Aquaman又是甚麼水 有人就覺得故事差 剪得亂 不夠娛樂性等等 最終電影埋單時只得到6.5億美金票房 大家聽起來就好像很不錯 但都還立投資了差不多3億美金 再看看對家Avengers這個影史第八15億美金票房 就可以看得出DC這套英雄集結之作 正義聯盟並不可以說是一套成功的作品 而在這幾年DC的粉絲不斷犯起Release The Snyder Cut的行動 希望華納可以推出一個導演剪輯版的正義聯盟 Sack Snyder的幾套舊作Watchmen BVS 都是靠著在影碟上推出的導演版 慢慢幫電影建立後碑 而就在去年華納終於聽到粉絲 甚至是戲中演員和團隊的強烈要求 宣布在HBO MAX推出Sack Snyder Cut 一套片長長達4個小時的導演剪輯版正義聯盟 說了那麼多背景資料 我就快點進入正題了 究竟Sack Snyder導演版本的這套正義聯盟 有沒有救到2017年那套舊版卜曬家的口碑呢? 還是和舊作一樣有一大堆問題 再一次令粉絲失望呢? 要討論新版有沒有Make Things Right 那就要來先講講舊版有什麼地方做得很差的 舊版最為人救病的就是角色描寫可以說是零 六位英雄裡面只有超人和Wonder Woman有獨立電影 蝙蝠鴨也只是出現過在BVS 也不算有什麼特別的鋪排 一套英雄集結電影通常要面對一些需要聯手對抗的強大敵人 所以電影並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介紹和建立一些新出現的超級英雄 Marvel 之所以可以在Avengers Infinity War和Avengers Endgame 完全不需要鋪排太多東西 一來就是不斷的第三幕高潮 是因為他們的確很努力地建構電影宇宙這件事 他將角色建立平均放在集結電影之前的獨立電影上 舊版的正義聯盟在這一方面就因為電影片場的限制 完全放棄了Flash、Aquaman和Cyborg的角色建構 他們就好像那種我有能力不如我加入一起幫忙 他們有沒有一些作為英雄的信念 在團隊組成的過程又有沒有學習到什麼 從而去改變完善自己呢 一個英雄故事最重要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的精神、信念是怎樣建構出來的 他所背負的東西又是怎樣令他們成為一個有血有肉 觀眾可以投入下去的Role Model一個模板 我覺得這次導演版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只是剪輯了多一點點的劇情段 又或者改動了一點點次序和鋪排 就已經令到原本舊版一些很影響觀影體驗的問題得到改善 就好像都幾嚴重的角色建立問題 無腦直白的劇情動機等等 就以Wonder Woman第一次登場對抗恐怖分子營救學生的這一幕為例 小小的改動就已經有很明顯的分別了 在舊版搞定了最後一個恐怖分子之後就白屏幕完了 而新版就有一段在解除危機之後 Wonder Woman走過去關心班學生 其中一位學生問到他 我未來可不可以變成和你一樣的人 雖然條條是老套但好有用 用多了一場戲去表現出英雄不單單只是打贏壞人那麼簡單 而是能夠成為一個榜樣去啟發其他人 將希望帶給下一代就好像Wonder Woman口中所說的Believe It一樣 又例如在天堂島的亞馬遜人被搶去Matterbox之後 就以一支遠古的火箭去通知身在人類社會的Diana 以交代劇情計這一段的確是可以剪走而又不影響劇情推進的 但當導演版有了這一幕 Diana就跟天堂島上的族人有回角色線的連結 甚至去到後面大戰的時候 Diana亦都因爲這個情感連結 令她更加有決心去阻止方元朗 而在舊版裏面超人在電影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被復活 一醒了跟其他團員打了兩下就跟Louis飛回老家 吹下風說了兩句就飛去最後大戰現場幫手 去到吊打方元朗十足十是一個劇情的工具 就好像正義聯盟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搓個隱藏人物出來用 而在導演版裏面雖然都是一樣 在電影差不多去到一半多一點的時候 團隊打算復活超人 但其實前面的危機感營造得已經很足夠 Cybot那一段比舊版更加詳盡 對於motherbox能力的解說 因爲她自己都是受到motherbox的力量而撿回命 甚至變成一個人形的機械生命體 所以以她的經驗去引伸出復活超人的可能性想法 就來得更加有說服力 故事亦都將超人、Cybot和motherbox連結起來 而就在復活超人之前 Cybot所預示到一個好像真的會發生不可怕的未來景象 這種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 亦都為超人復活帶來了更加多心理層面上的壓力 代表著他們選擇要復活超人 都不是完全沒有包袱 不像舊版一樣,好像按個按鈕就叫醒超人打大佬那麼膚淺 而且導演版更增加了幾場Lewis和Club媽媽的戲份 描述他們兩個怎樣走出相同 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樣失去了希望 以一些側面的描寫去塑造超人無可取代的地位 而片頭所出現、超人和Doomsday同歸於盡的時候 由所發出的叫聲,亦都引發MOTHERBOX知道地球殺去保衛者 重新活躍起來的關鍵 我覺得最大分別的戲份就莫過於在老家墨田裏面的一幕 在舊版裏面,超人無故看到女友和媽媽就變回清醒 但導演版就來得更加順暢和有心思 Club知道他媽媽好喜歡這間屋好喜歡這個地方 從而想起他自己都是好喜歡這個地方 亦都好熱愛地球 用家園去令他重拾自我 而在BVX的時候,Batman因為自己質疑過超人而令到大家不團結 所以今次在面對更加大威脅的時候就將團隊的組成 團結大家的責任攬上身 被拒絕團圓之間的不信任就成為前期Batman需要跨越的難關 整條線雖然不是說有很大的改動 但導演版更加多的細節就令到他的角色比較完整和統一 而關於Aquaman,Alpha Curry 亦都加多了少少劇情去講述他的身世 對亞特蘭提斯王國的不是一故 在電影當中得到真相之後 就由不想負責任去到加入團隊拯救世界 而事件完結之後亦都出發去找他爸爸,接受他的命運 比起2017年版在這裡行行站站吃飯兩尾 還要坐在真言吐索上面不斷讚Diana美的他 可以說是來得更合理更加像一個英雄 而閃電俠Barry Allen在劇情編排和作用性上 比舊版要來得更加重要和有內涵 其實在舊版的他最多只是一個尿袋 充電器和搞笑擔當 怕怕醜醜地救人 但來到導演版雖然他不是說好好打的超人類 但他亦都有獨自面對敵人的表現 而在復活超人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見到少少他有超越光速逆轉時間的能力 再延伸到最後的大戰再次運用這個能力去反敗衛星 舊版的Barry完全是一個狡猾的年輕 導演版的他學習認識自己的能力然後挺身而出 不再只是為電影提供笑點 感覺到他真的有一個成為英雄的承擔 而在導演版裡面變化得最多的就莫過於Cyborg Victor Stone這個角色 看完導演版之後你就會好感覺到 舊版的他 簡直就是完全被剪掉的氣氛一樣 而在舊版裡面就懶是有點耐心掙扎 覺得自己是一隻怪物一樣 而在導演版裡面 Victor出事的過程 他爸爸怎樣借助MOTHERBOX的力量去救回他 他會去幫助其他人的性格等等都描寫得更為豐富 除了在角色層面上豐富了 Cyborg跟MOTHERBOX的關係也都令他成為其中一個劇情推進的關鍵 他的能量是來自於MOTHERBOX 所以他知道怎樣可以用MOTHERBOX來復活超人 甚至怎樣阻止他們三為一體毀滅人類 而他爸爸的自我犧牲也都令他有一個更大的情感原因 去阻止方元朗 我們可以見到正義聯盟團隊的六位角色 在導演版裡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心化 特別是Flash、Aquaman和Cyborg 這三位原本應該有更多像話的角色 在這個這麼充足的時間裡面 團隊的成員也有足夠的時間去建立關係、磨合 再去到團結成為一個團隊 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成為一個英雄 在他們六個人心目中的分量、意義和改變 而另外可以說一下就是反派的訴訟 三個MOTHERBOX作為電影裡面最主要的信物 在舊版的時候就突然突然出現 沒有什麼鋪排也沒有好好的解釋 方元朗出場的時候 還不斷對著那幾個盒在MOTHER MOTHER MOTHER 究竟這幾個盒什麼葫蘆買什麼藥呢?沒有人知道 如果氣氛堆疊都不足夠的情況下 就在天堂上跟亞馬遜女王和他的族人 打了一場為打而打的MOTHERBOX勝奪戰 Sail the cave! 下一秒方元朗就撞牆出來了 吊打完他們的戰士之後 一度閃光就閃走了 導演版裡面亞馬遜女王在戰鬥途中關心他的暴下 族人為光榮而戰死 女王從悲痛當中才決定封鎖動月 只是多了一場戲就令到這場戰鬥有更多的情感元素 是有著Semi的分別 而去到神殿嵌落 方元朗先再次在海中出現 更加能夠表現那種敵人的強大壓迫的絕望感 再透過Diana進入古墓見到有Dark Side的壁畫 方元朗向Dark Side展示忠誠等等的情節 去帶出方元朗為何會來到地球 和幕後主使Dark Side更加大的陰謀 去令到電影更加有末日的大戰感 而導演版最後那個平衡宇宙之下 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其實都幾特別 作為一個續集的鋪陳 我自己反而幾期待在這個世界觀所發生的故事 不過我想都沒什麼機會可以看到 舊版找來Josh Whedon撿到 的確令電影的節奏不會慢到沒有娛樂星 也加插了一些對白 令電影的整體氣氛更貼近大眾 但老實說 舊版很多修改之後的對白都很久不達白 有少少為搞笑而搞笑 為說話而說話 就好像在墨田裏面 Louis最後的那句對白 什麼東西是you smell good 對角色有什麼幫助 當年我在戲院看到這句的時候 還在想是否在字幕玩東西亂翻譯 而導演版Louis的最後那句 就變成你終於都說話了 因為Clark在復活之後 一直都表現沉默 而在他說話之後 Louis終於都感受到 這個是他熟悉的Clark Kent 一句對白 就可以令整場戲的感覺很不同 不過說到這樣 導演版又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我覺得做得比舊版更差的呢 我覺得神奇女俠的那段新配樂 真是真心煩 一出場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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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當時的情景氣氛完全不合 完全不理當時其他人在做什麼 情緒是怎樣 都真是幾令人出氣 Junkie XL想要追趕師傅Han Zimmer 真是還有long way to go 總結一下 Sax Snyder的導演版 的確在很多方面 就好像角色建構 劇情的鋪墊 最後大戰的精彩程度等等 都比起舊版好得多 一眾影迷發起這場運動的努力 終於都沒有白費到 不過今次電影用到4比3的畫幅 我自己個人就不是那麼喜歡 見到很多Close-up 又不夠飽滿 在有些地方 角色在畫面上的比例 又是怪怪的 可能是我已經看慣了闊銀幕 我經常都不明白 其實DC的角色也都很有分量 特別是Batman裡面的 一大堆個性鮮明的奸角 只是學下MCU那樣 漫漫波漫漫玩過Batman宇宙 我想都已經夠他玩十年了 就算做不到十成 做到七八成都夠你發達 我真的完全想不明白 為什麼DC可以經常無緣無故 又說要重啟 就好像Suicide Squad那樣 DIP又存足十年才肯開拍 Arcaman票房不錯 又搞來搞去都不拍過續集 這套導演版正義聯盟的出現 雖然對DCEU的未來好像沒什麼影響 不過我自己都幾喜歡 亦都令到我對Sax Snyder有些改觀 希望DC往後的作品都不要再擦擦擦擦 兩紅爭霸都總好過Marvel獨大的 不過老實說 這套東西分得六七個chapter 每個chapter都有自己的主題 重心也都鋪排得不錯 好心啊你一開始就打算拍套劇集吧 好嗎 By the way 遠古大戰那隻Green Lantern真是好醜 再By the way 那一幕真是好像在Advengers 3裡面 Next time and for the head 今次我對於《茶黑史內德之正如聯盟》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的評論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看更多關於電影相關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要選擇搶先看全部 那我下次出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會錯過的了 那最後就是要CLS comment like share這條影片出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Bye Bye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的評論 今次我對於《茶黑史內德之正如聯盟》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的評論 今次我對於《茶黑史內德之正如聯盟》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的評論 Twonka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 Sax Snyder's Justice League